另外最近大雨下个不停啊 连野生动物的生态都受到影响了 在南投民众有发现了一群台湾猕猴 这个惊奇突然出现在自家附近 甚至有三只母猴呢 紧紧抱着已经死掉的小猴子 不离不弃让人看了相当不仁 暴露的栏杆旁聚集了大量的猕猴 其中有不少只母猴紧紧抱着小猴 但这一对似乎有一点不一样 仔细一看才发现 他怀中的小猴子已经弃绝多时 母猴还是舍不得孩子依旧紧紧抱在怀里 走到哪就抱到哪 在这一群将近30只的猴子中 就有三只母猴的小猴都已经死亡 林物局研判可能是南投进来降下不少雷雨 天气变化又大 加上食物来源变少 小猴生病受冻死亡 但母爱的伟大仍然让民众看了十分感动 很伟大的 他抱着那个死掉的小猴 对 抱了那么多天 虽然已经死掉 还是不忍心把他放下 繁殖那么迅速 最主要是我们有少部分人固定喂食 还有一些汤饭 他们提供水果 从彰化二水到南投这一带 将近有三四个猴群 数量也不断增长 林物局表示 可能平常和人类相处习惯 猴又受到大雨影响 才会聚集在住家附近 记者陈家贵 吴立安 南投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